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新闻摘要时间 谈劾川普的是一场虚惊 那个女人捣乱 人家都公布这个电话录音了 没有说什么 人家是调查那个检察官被解雇的事情 所以川普不会那么傻的 川普肯定会赢得大选 不过其实最后川普就是不能当选 然后上来蓬佩奥上来这个什么 这个彭斯任何人都比川普更狠 因为他们都是谈解一致的 川普的人缘还这么好 那么多人替他说话 这个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然后祝福预祝川普 这个竞选成功 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有魔鬼作战的天使 这个今天看了一个视频 这个美国的一个教授名都给忘了 就是一个中央的会议说 我们要立即进入新疆 拯救那些在集中营的人 不被监控 不被阻止 就是直接就杀进去 就这意思 直接杀进去 他们已经 已经没有什么耐心跟他们谈了 所以新疆 这是新疆这边的情况 然后香港呢 香港的一个打土豪分田地已经开始了 所以其实一国一制已经开始了 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产商 已经拿出33万公顷来 33万公顷 33万公顷就是拿出来 无偿的拿出来交出来 开发地 就是开发新的那个地产 就是房地产 我觉得这些房地产肯定是跟那些 要到香港去 就是这些国企要到香港 把所有的企业都给拿过来 都给弄过来 直接就是掠夺过来 所以说他们入住以后 肯定要给他们一些承诺 可能那些房子 估计盖了给他们住 或者卖给他们 那日本鬼子进村了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那个送中撤回不撤回 他已经在实施了 已经在实施了 所以你看到 我不用直接弄你 我全部都那个了 政府官员 全部换成自己的内地的人 然后企业也全部换成他们的人 那个国 你是你是啊 就是私企也没有用 你必须得过一部分 否则 就见面分一半 先要一半 等自己再要另一半 反正就是 分享财产 共同分享财产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 赶紧把老婆送到海外 要不然一会儿就供他妻了 再供他女儿 吓死了 这个新疆人 现在看了 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 就是新疆一个女的 哇 好漂亮啊 就是他跟一个汉族男的结婚 结婚的条件就是说 他只要跟汉族男的结婚 他的家人就可以 从集中营放出来 所以他为了拯救他的家人 他就 他当然就这么做了 以身相许了 然后 当时那个 主持婚礼的时候 问他 这些婚姻祝福的时候 他恨得咬牙切 是我看那个样子 气得就像过去 打那个男的叶耳光的 或者说那个 我觉得这是政府安排的婚姻 是吧 应该是 所以他恨也没有用 总比那个 总比那个 强强弄死要好 不过这样 屈辱的活着 也不是一件 很令人愉快的事情 但是你得看到 现在越来越恶劣 这些事情搞得 但是我相信最后 上帝站在 真理正义那边 上帝站在 美国的这一边 上帝站在香港的这一边 那做恶的人 早上会有报应 但是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我相信 这个 在 美国 成功大选之前 还能 舒服一段时间 但是美国 也选完了以后 会更狠 我觉得 会更狠 全世界人都愤怒了 这个是 这个是 很不好的 很不好的 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 现在看到这个香港的那个 人权法案也通过了 但是 通过了 如果不去做什么 也没有用的 所以呢 母历海国一直在谦责 但是谦责也没有用 因为 你的人民都已经 生活在贫穷不说 还在恐惧之中 有钱最后也成了也没有钱了 没钱跟没钱 就是 当然活在 当然活在 仇恨当中 活着太不开心了 活着太压抑了 活着太紧张了 谁 谁能 谁能 那个什么 就像那些 有 有病 没钱治的 反正多活一天 多活一个月 也说 也说 少活 少活一天 都无所谓了 当人家练死 都无所顾忌的时候 那些 那些抑郁症 抑郁症患者 本来就整天惦记着去自杀 本来就死 要是抓几个人垫被死 那死的还值得吗 是不是 所以 好多这样的人 活着太痛苦了 吃了伤得没下 人家活着 也是那么回事 还不如轰轰烈烈 去为民族 做了什么事 这种人 估计现在也太多了 等到 医生令下了 最近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 一个白人的 很知名的记者 发了一个视频 不是发了一个信息 就是 厉害国 什么 放手 人是什么 反正就是相互监举嘛 谁知道这个 举报的这个 这个邮箱上哪去举报 给我留言告诉我 我也举报 我举报 这个这个 五毛不爱国 我举报这个 留学渣在外边 影响厉害国的声誉 厉害国这么厉害 不能影响声誉 是吧 举报他们 有谁有知道 告诉我 大家告诉我 怎么举报 给我讲讲 毕竟那么多年没回厉害过了 不知道多厉害 那个 相互举报 这家伙 那谁都得房子 你不知道谁就为了生存 为了利益 就把你卖了 太可怕了 我觉得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 我姥姥那个时候 跟我说文化大革命 他讲 哎哟太可怕了 他听 他已经去世多少年了 他跟我讲了 我都鸡皮疙瘩 我都起来了 你知道吗 太恐怖了 我想要是人活在那种环境里边 我天哪 不崩溃才怪呢 所以呢 我是属于对这种事情 很敏感的 就是听着老人说 因为这样的老人 他都不会骗 他都肯定是真实 百分之百真实的信息 然后看 我自己曾经 老十八经 一辈子都没去过 派人所没去过法院 哎哟 因为信仰 被恐吓 因为离婚 对方的单位 拿那么多假证明 那么特殊的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不是什么 全中国就那么一个 那样的单位 那么厉害的单位 能拿出这样的证明来 做这么卑鄙的事 拆伙人家离婚 而且不是 是违背事实的 所以 我当时就想 这个 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绝对没有希望的 嗯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离开 但是现在看看 回头看看 我是对了 我还要感谢那些邪恶的人 让我对他们失望 真的很感谢 感谢那些伤害国的人 所以现在我都可以在这里 我不用 像他们一样 活在恐惧当中 未来这个 这个 嗯 就是 叫什么叫 孟宏伟啊 只冲孟宏伟这件事以后吧 在以后 厉害国行 他发红通也不好使了 发红通也不好使了 嗯 就是没有 没有 诚信没有力度了 这个红通太 太不严谨了 所以这样的便宜一些贪官了 他们再出来发红通 人家就不可能给发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再不会 再不会去相信他们 令他们做 最现在这个 呃 万国这个邮政联盟 现在开始 下一步 也要针对厉害国 做一些事情 就方方面面 各行各业 慢慢来 嗯 所以呢 我们要好好地祈祷 上帝 与美国 同在让这些 有正义的人 爱真理 爱自由 不是信仰上帝的人 因为他们有信仰 他们就知道 那些有信仰的人的 呃 感受和道德标准 嗯 他再没 不虔诚 他也不会邪恶的 像魔鬼一样 就这样 所以有信仰 总比没信仰 我说是这样子 啊 所以呢 嗯 我们要祈祷上 上帝与 美国同在 与 与这个 美国鹰派同在 只要美国 做出这些事情了 啊 啊 然后 其他的国家 都会马上跟进 五眼联盟不用说了 嗯 所以 我们祈祷吧 一点点来吧 看到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我们这个 每天也是的 看着人家这样的 也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嗯 但是像我们这些人吧 嗯 也只能转转帖子 我现在要 我现在无度不去挑 一天花四五个小时转帖 特别香港的帖子 我转四五个小时 我就转 我就跟受了刺激一样 啪啪啪 反转帖 我非常愤怒 我愤怒的小手指 一直转一直转 嗯 那这就是我能做的 别的我也做不了了 嗯 每个人尽自己的能力吧 嗯 只是因为这个世界 需要有人有 有这种社会责任正义感 所以才能消灭这邪恶 要不然的话 那 那这 这些老十八交的普通人 就没好日子过了 对 那不行的 那你 那这个世界很变态的多了 对大家都有什么好处呢 前两天我在那办事 坐在那等的时候 和一个毛利人 他还是我 我一个教会的 不过他不是我 那一间教会 那是另一间 我们就在聊天 他就给我聊圣经 他本来以为 我不是基督徒 想过传福音 我说我也是基督徒 然后他 我就给他看 他说啊 你也是我们一个教会的 那 他呢就是 给我讲 他说 这十几年 他和他老婆 除了开车出去 从来没有走路出去 晚上 不敢 他说 其实这里 他说 你说美国走在马朗号 一枪给人干死了 他说 这边也有这样事 你不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晚上都不敢出去 我从来不敢出去 然后我有的时候 出去跳舞 我就 我知道去哪 我也不下车 直接从家里边上车 开车 下了车 到那个地方 我不到去迷人的地方 我不自己走路 我说我从来不敢出去 他说 我和我的妻子 我也从来不敢出去 我说 你还是毛利人 你当地人 还有人敢欺负你 哎呀 他说有一些变态的 他拿着枪 倒是啥 他说 当地人好多人都有枪 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有枪 上司枪支援 他说 每个人家里都有枪 他直接就变态 他仇恨社会 直接就开枪打死你 你没地儿查去 死了就白死了 这边更是的 他也不能言情逼顾 没地儿查 然后治安也特别不好 然后也 我记得前两天 一个人 他就是单身 一个老头 五六十岁 自己就在外边晃荡 晚上上个厕所 就人打死了在厕所 就 就 就是有这样的变态的人 你明白吧 有这样心理变态的人 他可能根本就不认识 他就仇恨社会 就像厉害国士 上公共汽车给点了 他就仇恨社会 他没有 什么理由 其实 他们应该去杀那些 贪官无力 杀那些该杀的人 那些邪恶的人 让那些把社会变成这么邪恶的人 去杀那些人 杀那些坏人 不应该杀那些普通好的老百姓 虽然 老百姓他有的时候也像苦逼韭菜 他也什么干不了 甚至是幸福的韭菜 被强奸还说爽那种 但是只能说他们可怜吧 活得可怜 就是猪骨不入 还有幸福感 一天能吃好三顿饭 从自行车变成小摩托车 或者是再花个一两万买个小车 有套房子住 这已经很幸福了 就这种没有什么特别追求的人 就满足的人 他跟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人 他是不能比的 这样的人你只能觉得他可怜 但是也没法说可恨了 因为那种错误的价值观和这种错误的洗脑教育 把他搞成这个样了 所以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真理永在 上帝祝福那正直善良的人 谢谢观看 别忘记订阅啊